男孩一生下来就含有剧毒 谁亲吻他 谁就会中毒而亡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 一个妇女生下了一名婴儿 可是母亲在亲吻新生儿之后 却突然暴毙 父亲呢 只能独自悲伤地带着儿子回家 喂食的时候啊 父亲为了释奶 舔了一下婴儿用过的奶瓶 结果也莫名其妙地死亡了 护士小林 可怜这个男孩 于是呢 将他带回家抚养 因为他的母亲是三号病房的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三三 在小林和家人的照顾下呀 男孩茁壮成长着 这天父亲要出门工作 临走时让小林帮忙喂养小鸟 小林便用三三喝剩的奶 对了小米喂养小鸟 晚上父亲回家却发现小鸟全死了 小林越想越不对劲 他察觉肯定是奶瓶有问题 为了验证 他准备冒险试奶 家里的猫咪却突然扑过去 奶瓶掉在地上变得粉碎 猫咪舔了一下地上的奶水 却很快暴毙了 看到这一幕的小林吓得不行 这时候外面打起了雷 伴随着雷声 小林发现 三三的身体正在迅速的生长着 很快婴儿符就被他撑破 小林吓得尖叫起来 父母听到声音赶过来 发现三三已经长成了三岁左右的男童 他童真的对小林父亲张开双臂 之后三三就被带到了实验室 通过研究他们发现 三三的体内带有剧毒 原来他的父母是化工厂的工人 因为常年在化工厂工作 他们的体内预解了大量的有毒物质 最终导致三三从降生就变成了体寒剧毒的毒瓦 而且三三还患有巨人症 每逢打雷他的身体就会随之成长 他体内的毒性也会跟着增强 为了防止三三的毒性伤害到其他人 他们只好将三三关进了一个隔离箱 这天晚上又打雷了 三三害怕的将自己关进了柜子里 但还是阻止不了自己身体的成长 他立马长成了六七岁的少年 随着身体的成长 三三也到了上学的时候 爷爷奶奶给他买来了课本和画册 爷爷承诺一定会治好他的病 三三感动的流下眼泪 可是他的眼里也含有剧毒 被眼泪滴过的枕头瞬间就出现了黑色的窟窿 又过了一段日子 到了新年 小林的男友打算上门见家长 这喜庆的日子 小林将三三领了出来 三三也终于第一次逛了热闹的集市 但是因为害怕中毒 奶奶在爷爷喂三三之后 让他赶紧洗手 吃饭的时候 全家还将他隔开了 这让三三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家人们看到这场景也十分难过 事后男友埋怨小林不该带三三一起来 好好的团圆饭就这么被搅和了 回去的路上 他们遇见了几个乱扔鞭炮的小孩 小林跟三三说他们都是坏孩子 可是三三觉得坏孩子们都好开心 回到隔离乡之后 三三开始闹腾起来 拿着灯乱晃大喊着自己是坏孩子 小林去隔离乡阻止他 三三却突然变脸 逼近吓唬他 吓得小林给了他一巴掌 小林十分失望准备离去 三三赶紧向小林道歉 他说自己不是真的想当坏孩子 只是想开心一点而已 但小林还是离开了 当晚小林就梦到三三脱离了隔离乡 还杀害了他的男友 正好男友是三三的教课老师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三三说他想上厕所 男友离开了隔离乡的门 并趁他不注意往他的水杯里吐了口水 可是三三又不忍心 于是在他要喝水的时候撞倒了他 这一幕恰好被小林看见了 男友叽叽败坏 让他在俩人之间选一个 但小林没有说话 男友便愤恨地离去 三三跟小林说自己想吃水果 小林便去买水果 可是回来的时候 他不小心摔倒住进了医院 三三便逃出隔离乡 为小林采了野花 男友却害怕有危险将花给扔了 三三十分难过 一气之下跑回隔离乡 还将实验室的门给从里反锁起来 当天晚上又打起了雷 三三竟然直接长成了一个青年 他的皮肤也开始含有剧毒 他的脸因为剧毒而变成了黑色 这天他见小林在浇花 于是趁小林做早饭的时间 去帮忙 可是他皮肤上的毒素渗进了水里 被浇过的花很快就死掉了 三三碰了花一下 花立马就死了 他痛苦不堪发起狂懒 甚至失去理智想要攻击小林 很快警队就收到警报赶来了 但是在小林的阻止下 他们没有开枪 一个人想从背后偷袭 却被三三抓了一下中毒身亡 这时候三三也恢复了理智 最终他被关进了监狱隔离起来 可是再也没有人敢碰他 就连小林看望他都要戴上手套 三三十分痛苦 到了晚上他开始发狂 他用流出的眼泪将牢房给腐蚀掉 并逃出监狱回家找小林 可是小林还没有回家 奶奶让他哪儿也不要去了 被抓到的话他会被打死的 但三三还是离开了 他一路逃到了一个清澈的水潭边 并遇见了女孩晴儿 晴儿将三三带回了家里 俩人见生情愫 可是三三害怕自己会害死晴儿一家 所以不敢表明心意 晴儿却不管不顾 要和他在一起 结果不出意外 他死在了三三的怀里 悲伤欲绝的三三毒性大发 瞬间毒死了河里的鱼 他每走一步 小草都会燃起来 此时刑警终于找到了三三的踪迹 他正抱着死去的晴儿走向悬崖 一道天雷劈中了三三 最终三三大喊着妈妈死去 这个故事来自90年代初拍摄的读文 电影主旨是呼吁人们爱护环境和大自然 故事虽然看似脑洞大开 却提醒人类 要是不爱惜环境 人类自己也将受到惩罚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